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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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跑 靳准 啊啊啊 怎么着 居然跑到我前头了 又是要成功 明雪跟我走 啊 现在假如跟我打动手啊快点 别 青春 前面没路啊 开枪 快开枪我来不及了 你 你快开枪 你 啊 你去抓紧我 抓紧我 抓紧 人 你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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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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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难过了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青川还活着 我一定能找到他 到时候我第一个告诉你 跟我回去吧 你来干什么 有什么话跟我说吧 我马上要离开南京了 可我还是想来看看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青川的事 我叶玲玲会负全责 如果青川他还活着 这份战 这份战 我发誓 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 来陪给他 保重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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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这几天对我的照顾 我没事的 你先忙你的事去吧 我想静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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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答应我的事情不会食言的 他不会丢下我的 他怎么能再次丢下我 你告诉我 他没死 他没死 对不对 对不对 要坚强 一定要坚强 要勇敢的面对一切 面对生活 一定要坚强 下来啊 一举无限的行事 先暂停你的工作 好好休息 不用 我没事 我不会耽误工作的 只有工作 我再感觉秦川就在我身边 这是命令 食堂的时候 我会和你联系的 保重 你 这就是我五年等待的结果吗 和你的每一次重逢 我都希望不会再有别离 我不想和你说再见 我们还会重逢 我 就让这只小鱼陪着你吧 等着我 我一点 实际上 哪一只 地团 会帮助你 中间 你 每天 满 二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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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爷 想开点吧 请 大晚上的还劳烦浅仓大佐和徐鹤少佐跑一趟码头 古某真是过意不去呀 顾先生 这批军火对前些非常重要 有快 马上住船 记得上 大佐 您一百个放心 妥妥的 要不二位进去喝杯茶 浅仓大佐 需喝少佐 码头风大 要不先进去喝杯茶 去去寒吧 是啊 那得金白鹿小姐 表演茶道 才能喝得尽兴啊 古某 不好了 这帮难民一听说 是 是给大日本皇军运军火 都不愿意搬哪 哎呦 都在那堵着呢 他们不搬也就罢了 还不让我们的人搬 这帮吃了羞心暴自胆呢 跟我们的人打起来了 看看去 等会吧 呢 你干 诸位 想捣乱 要先打听打听我古某是谁 这十几年 有在飞伦邦地盘上撒野的 但没有能够见到第二天的太阳的 郭老大 你们装上传的 都是些日本人的军火 这些军火 是用了打碍我们中国人的 我们不干 不吃卖国饭 我们不干 我们不干 我们不吃卖国饭 我们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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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就死 还有谁 还有谁不发死的 我们不干 我们不干 吧 你熏 不干 不干 你 不干 赶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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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他死啊 你可以试试 朋友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直说 浅仓大作要有什么闪失 你 你可就死定了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好说 好说 放了这帮弟兄 让他们走 不行 把他们放走了 谁帮我们装穿运货 有谁 不疼虚贺 你跟这位浅仓大作有仇吗 当然 没有 你如果不想他死的话 答应我的要求 你们都走吧 赶紧走 就算我们放了这些难民 可弱大的山海 总能找到帮我们运送军火的人 你说的没错 但朕又看码头上的那批军火 在今天晚上能不能安然无恙 什么意思 那批军火被人盯上了 什么 你是什么人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批军火已经被人安装了定时炸弹 几秒钟之后 就将启动 人去码头 警察军火 怎么样 都搞定了吗 全部都搞定了 太好了 炸了这批军火 咱们就立功了 走 出发 是 走 你 你 在你的地盘上 竟然出来这种事情 少佐请息怒 运送军火这等重要的大事 我岂敢怠慢啊 少佐冤枉苦堡毒了 炸弹是事先安放在卡车有效附近的 而且定了事 据我观察了 应该是在卡车进入马托之前 就已经安放好了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只是在卸货的时候偶然发现的 混蛋 你怎么不让我抗讨 你们杀了我的兄弟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解决麻烦 你为什么听得懂日本语 道理很简单 我学过 而且是我教的 你怎么来了 这里扎出的烟火 整个石榴埔码头都能看得见 我能不来吗 鸡国城 就是这个人干的 秦川 你还认识我吗 你说谁 谁是秦川 我不认识你 怎么了 在你的脑子里 我是你的敌人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 你是日本人 你现在用枪指着我的不下 你是要向大日本帝国选战吗 我不指着他 喂 不要开枪 乃子 不要挣扎 没用的 我是在哪里 梅机关 听说过吗 全上海的人 都知道梅机关 梅机关是十个活人进去 就去尸体抬出来 这是个大雄之敌 那你是想走出去 还是被抬出去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们大名鼎鼎的梅机关来对付我 十六部码头军火被炸 我需要抓到罪可以祸首 这不是我炸弹 我做过调查 你没有时间安放丁室炸弹 你也没有炸药 谢谢你还我清白 这么说我可以走了是吗 不可以 最起码你要给我一个理由 你为什么会突然在码头奔出来 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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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川是什么人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你真的失去记忆了吗 秦川 还是再跟我装下 我的记忆只有短短三年 以前的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 如果我要努力回忆的话 我的头就非常非常地疼 是这样 好 那我就提醒提醒 你叫秦川 秦川 今年33岁 你曾经在复兴社做事 也就是现在的军统 你曾经是军统的人 你效率于国民征服 四年前你在执行一次任务的时候 由于你同僚的事务 你重枪掉入长江 他们打捞了你很久 没有把你打捞上来 所以他们认为你死了 从此就封存了你的档案 不信啊 哦 对了 你死后还得了一个保顶勋章 听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很传奇 也就是说我之前也替国家出过力对吗 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秦川 一个被认为死去的人 突然出现在码头 然后军火就被炸了 你说秦川 那是巧合还是时间安排好的呢 什么意思 军火被炸了 你要找一个顶包的人 这个人就是我 我的顶包不感兴趣 你也感兴趣 我给你时间秦川 让你考虑 好好想想 码头军火被炸一案 要尽快调查 从炸弹型号上看 想试军筒做的呢 所有人都派出去了 正在全面搜索 军筒的人就算是长了翅膀 只要他们还落在上海滩这片土地上 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嗯 但愿吧 军筒杀害战战长曹三白这个人很麻烦 老而不死 老奸举皇 这次正去抓住曹三白 嗯 金管长 那个中国人以前就是军党的人 怎么肯定他不再为军党做事 应该一枪毙了他 不行 这个人曾是我的学生 是难得的人才 也是大日本帝国很好的工具 对我来说 这个人活着 别死了有用 哎 哎 谁让还 晓蓝 我被案子耽搁了一会儿 来晚了 没关系 我跟阿灿说 如果见不到你 我们就站在这儿不走了 阿灿 你都长这么大了 叔叔好 哎 走 我跟阿灿说 我们回家吧啊 哎 来 哎呦 阿灿都这么沉了 哈哈 来 晓蓝 我回家啊 好 若寒啊 非得让我给你做这个 他说你喜欢吃馄饨 嗯 来 多吃点 谢谢伯母 我们这次到上海来 要给你和若寒添麻烦了 说什么话呢 我们娘俩啊 还盼着你们来呢 再说了 现在这外面 兵荒马乱的 咱们住得近一点 也相互有个照应 你说秦川这孩子 我一想起这事 妈 我心里就难受 妈 你怎么又说这个了 都过去多少年了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 我呀 就是心疼我这个孙子 来 来 过来 这孩子长得多俊呢 这眉毛 这眼睛 长得多像你爸 奶奶 你见过我爸爸吗 见过 那你知道我爸爸在哪儿吗 你爸爸的 妈 你爸爸他在哪儿呢 当然 你妈妈最清楚了 你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 妈妈说爸爸在外面打仗 那你爸爸就在外面打仗 不急 妈 大团圆的 不说这些不快乐的 晓岚 走 我带你去看看住处 别走啊 我还有事呢 夏小姐 你也别走啊 一会儿啊 家里要来客人 你呢 也帮着我好好相看相看 嗯 妈 又有谁要来啊 白家姨娘 要给你介绍对象 人家白家姨娘啊 可热心了 听说你啊 还没有成家 人家就一个劲儿的 要把他娘家的一个 堂妹介绍给你 听说那孩子啊 受过教育 认得字 而且家务活儿 也干得特别好 妈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国家都这样了 我现在没有心思 考虑个人问题 国家再怎么样 我们小老百姓 也得吃喝拉撒 结婚生子吧 再说了 日本人没来的时候 你在南京 当你的警长 这日本人来了 我们跑到上海来 你照样在法族界里 当你的探长 不一样拿薪水 让家糊口吗 要不是因为您身体不好 我早就去重庆了 你说什么呢你 哦 照你的意思 是我这个当妈的 拖累了你啊 伯母 您别动气了 若寒 你不要这样子跟你妈说话 小小姐 你好好劝劝若寒吧 她也老大不小的了 总这么当单身汉 那怎么行啊 要是有一天 我一蹬腿走了 谁来照顾她呀 要是看不到她娶上媳妇啊 我死都不明目 伯母 伯母您放心吧 若寒这么好的条件 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姑娘 您消消气 要是真能像你说的这样 那就太好了 回去以后记得当时吃药啊 谢谢啊 抓药 进来 进来 向兰 组织安排你来上海工作 还适应吗 我很好 我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 快坐 按道理讲 你是学医的 还是做医生比较合适 但是为了便宇工作 我真的委屈你做护士了 希望你理解 我和阿灿 在上海能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已经很满足了 阿灿又长高了吧 他越来越淘气了 而且越长越像秦川了 些心人 你心里一直有一个节 老爷一直在想着秦传 再用工作麻痹自己 这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这几年 看着阿灿一天天长大 我心里比什么都满足 您不用担心我 我会好好配合您的工作 这也是秦川愿意看到的 好啊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夏兰 最近上海的形势比较严峻 前几天军统出手 炸毁了日军的一批军火 美机关现在很疯狂 组织上决定 最近要暂停一切联络工作 一定要小心 要停多久 可把你给记得 上海是一座古道 每一个同志 都是宝贵的抗战资源 首先要学会的 是保护好自己 您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好 妈 今天我说的那些话 你也别往心里去 以后啊 当下来的面 您别说那么多 您明明知道 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的多了 这四年里面 你为了见他 你跑了多少次南京济南呢 还偷偷摸摸地给他寄钱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儿子 妈知道你喜欢他 但喜欢归喜欢 你可不能娶他啊 为什么 就因为他跟秦川有个孩子吗 知道就好 你是个没结过婚的大小伙子 论条件 你说他哪点配得上你啊 你干嘛非要娶个寡妇呢 你不能这么说下来 你不是挺喜欢他的吗 喜欢归喜欢 那是凉骂子事 谁要是当我的儿媳妇 那得要看条件 我告诉你啊 我不同意你跟他在一起 妈 以后我的事情 您就少操心吧 你上哪儿去啊 人家白家姨娘 就要带着那个姑娘过来了 咱就立功了 知道吗 是啊 重庆那边肯定奖励咱们 海头 海头 你们炸毁了日军的军火 阻止了他们在西南战场的气势 重庆非常满意 特殊于你们三级云晖勋章 多谢战场报奖 这事给你们的奖励 我自己也添了一点儿 兄弟们这么多年跟着我出生入死 都不容易 但是 日本人对炸毁军火的手范 最近查得非常紧 所以说你们要尽快地离开上海 到农村去避一避 一旦有机会 我们重返上海 再为胆国效力 谢谢战场 但是在离开上海之前 一定要切记 最好不要出门 或者少出门 别给自己找麻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妈妈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吗 是啊 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 喜欢吗 我跟妈妈在一起 我住哪儿都喜欢 可是爸爸知道我们在这里吗 我们做任何事情 爸爸都一定会知道的 爸爸要是知道我在想他 一定很高兴 是吗 妈妈 是啊 他一定很高兴的 乖 晓岚 这么晚了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坐 我过来看看你 怎么样 住的还习惯吗 很习惯 谢谢你 不客气 我呢 本来今天要跟你一块儿 来帮你打扫一下 结果我妈 给我安排了相亲的对象 一时耽搁了 我呢 也没有去见 为什么 你年纪也不小了 别总让伯母担心你 早点成家 让她安心嘛 我呢 我其实心里有人了 我 叔叔你看 这个纸巾鱼好看吗 好看啊 阿灿这是谁教你爹的 阿灿 你别拿妈妈的东西玩好吗 阿灿 男子含大丈夫 不能哭 明天叔叔给你买个新玩具好不好 叔叔 我们家什么时候有个小弟弟啊 我 我好喜欢有个人陪我玩 阿灿 叔叔答应你 一定找个小弟弟陪你玩 好吗 阿灿呢 别打扰沈叔叔了好吗 一会儿妈妈叫你怎么叠纸巾鱼好吗 夏兰 那我就先回去了 跟叔叔说再见 沈叔叔再见 再见 阿灿过来 看着妈妈这里 鲸鱼是这样子的 这样 叠过来 再叠过去 恩 呀 哇 鲸鱼 你 哎呀 哎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你让我饶恕你是吗 是 那要看你怎么表现了 你们飞轮包在伤害耳目中夺 给我查遍山海的每一个角落 军徒的人都是一群老鼠 永远躲在洞里面不见天人 这些洞都在什么地方 这些洞都在什么地方 你们这些地头蛇应该最清楚 请大佐放心 我一定竭尽所能 帮你救助残在地洞里的老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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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